私人獎啊 超美的 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來到我最近都很常來的江西區 剛剛這個就是麻谷道口罩 太陽很好 但其實現在是八月中 八月尾或九月頭就開始變涼 而最近都變涼了一點 連黑花糖也有 其實本身覺得黑花糖不一般好喝 但因為忽然很想喝東西 竟然這個站有黑糖和珍珠 所以我點了一個有Cream版的 很多Cream版 先加溫了 我先試一下 這個好吃的皇帝 黑糖和奶混合了 味道之後 又不可以說是好吃了 因為這個稀一點的感覺 很奇怪 其實你會看到這裡好像有一個 紳士鎮的感覺 很多地方在建東西 例如那裡 又是正在建 然後看看這邊 一些正在建房子的物體 然後我們上面這裡 就是住宅來的 也算是一個 紳士鎮的感覺 其實這個地方本身沒有地鐵 這個站好像是十年前才建好的 通常都是因為有地鐵 所以人們開設過方面才會搬進來 那我覺得江西區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是新發展的地區 所以房子全部都很新的 而且它因為也不算太近市區 所以我覺得在物價上面 吃東西價錢那些是會便宜一點的 然後因為我剛好有朋友 就是Exactly住這個站 那因而我最近都來多了很多江西區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江西區都有很多好東西吃 人又相對的少一些 所以整個感覺是跟平時我們去到弘大 或者是明洞的地方是差很遠的 而且其實可以看到江西區 都是政府其中一個 挺主力發展的地方 因為連麻辣小龍蝦都有 很棒 其實如果你住在這裡的話 就像我朋友說的 它沒必要 其實它也不會特意出弘大的地方 因為這裡什麼都有 當然因為其實去弘大的 都要大概20分鐘左右 它也覺得有點麻煩 如果坐地鐵的話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 樂天的中央研究所 竟然在馬谷納湖 所以這個站附近 其實是會有這些的發展中心 然後也有一間中學 高中和初中的 還有稅務所 還有一個就是 首爾植物園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 YA 我們以為是走很快 就可以去到植物園的入口 但是誰知道是 看錯了 有人 因為我們要走25分鐘 所以我們在地址出來 要坐一架巴士 然後轉過去 我們到了首爾植物園 其實今天是Celia的生日 Celia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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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今天是她提議 這個首爾植物園 因為想拍靈照 和輕鬆一點 今次不是購物園 今次是休息之旅 是希靈之旅 沒錯 所以就去一些 很文静 拍照 對 裝文青 你第幾次一行不過生日 第三 你每一次過的形式 是不是都有點不同 沒錯 我兩年前 第三年前就在濟州 好漂亮 你看 這個只是入口 超級玻璃 無人買票索 四場 超級玻璃 超級玻璃 可以選擇語言 對 超級玻璃 超級玻璃 那... 減了然後 等等 這邊有menu 反應不會一樣 可以嗎 全部字我都懂 但我不知道她加上什麼 我也是 這個是古代古裝的 這個... 不是你 這個是新色的 是玻璃 轉了 很漂亮啊 弄得 感應得不錯 這個相機 好漂亮啊 我覺得是超級高的 我覺得是... 1米2 應該有 不是高過我 1米7 2米 2米 高過你要2米才夠高 OK 花過三水 暴露年齡 或者她們再翻拍呢 是涼爽的 走進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外面太熱了 所以這裡是變成冷氣房 這麼涼 但我覺得涼的外面已經很好 其實我覺得整個溫室 不算太大 其實一眼就看光了 拍照位都不算少 因為植物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拍照的背景 所以其實我覺得進來 都可以玩半天 都有機會可以 我以為韓國是種不到芒果 但這棵是芒果樹 是不是因為透過溫室的話 就是要選擇是種到的 什麼意思? 透過溫室的植中 熱帶了之後 就可以種到一些熱帶水果 可能是 這是台灣的玉井芒果 我真的很喜歡他們 我和家很搭 你不覺得放在家裡 你的人會想心越目 你的人會靜下來很多 千零的作用 有有有 絕對有 這個是木瓜 完啊 這個也有 其實我們要再 遲一個月 它就會橙色 我想說暫時這個溫室 只有綠色 就是它的果和花 是未生出來的 我不知道開果櫃和開花櫃是什麼 現在是 暫時什麼都未能看的 到時呢 如果生一些橙色的紅色的東西 應該會漂亮 超多 Sorry 誤會了 其實呢 它旁邊還有一個 地中海和skywalk的部分 還有華人世 還沒看清楚華人世 我不會 Chuck acknowledge 師人獎 哇 超美 神經病 我第一次看那麼大的師人獎 我自fte 我和她們處理 本來是藍牙地線人獎 但不知為何見到這麼大塊很可愛 好想啊 對著這個水 你的頭會很直 你不要這樣做這麼傻的事 超漂亮的 下面的洞有冷氣 現在很舒服 現在已經是4點 我們進來大概是兩個多小時 想不到可以留下兩個多小時 拍照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過來cafe 買種子 什麼都有 是元西的種子 我買元西 我和你沒有朋友做 拜拜 有密集恐懼證人 我覺得很害怕 這裡還有湖水 很開心啊 我看到他 看來是否會凝固了 我看到蜜汁這樣爆出來 它會凝固了嗎 我第一次看到它好像啫喱一樣滴出來 很棒啊 我先喝湯 嗯 哇 辣辣的 就是那種濃濃的海鮮味 一會兒 你敢不敢看 是會連人都給我 一會兒 看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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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太焦了 嗯 有時候背後 不是說 越大隻就越好吃 但有些品種問題 其實不是很好吃 這個呢 最大塊的這個殼 其實它這個頭是有點 硬 一開始已經是硬了 所以它應該要這麼快吃 我覺得呢 海鮮鍋一旦放了蟹裡 整個味道真的會很鮮 真的是拉麵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這個海鮮鍋 我是陳後味的 所以我有點鹹 它不夠刺激性 所以我期待這個拉麵 不過其實也不是很鹹 這家東西這麼健康 耶 我們吃光了 清光了 我個人意見 我覺得這裡的東西有點淡 雖然它的湯煮到最後 是變得很濃郁的 總之整個過程 我覺得吃得不是很爽快 然後我打算去吃個濃味一點的 可能我們吃那個牛腸 我和Celia都很喜歡牛腸 我曾經跟她晚上 三間半夜 不知幾點 一起去吃牛腸 它是冬天來的 好棒 好幸福吃牛腸 大家如果不知道是哪間牛腸 可以看這條片 我有介紹過的 我們現在吃這個海鮮蒸鍋 就是新村 但是剛剛Sasha發現 原來它也有幾多分店 其中一間就是新杜林 而新杜林的那間分店 原來是被很多媒體已經介紹過 它一直在光大那麼紅 可能真的很好吃 所以大家如果想試一下 我們今晚吃的這個海鮮蒸鍋 我覺得可以去試第二間多個新村 除非你是喜歡吃比較清淡的味道的朋友 或者你是不喜歡去得遠的地方 你就可以來新村 隱蔽了 絕對不會知道原來有咖啡 十星女快去切蛋糕 是不是不可以切到底 是啊 因為教不出的 不要緊張 切就可以了 好 考過三個人接力 那是你 考過我 好了 OK了 好棒 好棒 好棒